再来关心立法院明天将针对明年度总预算案 再召开朝野协商 但蓝绿白党团对于原住民进法补偿 农粮收购 健保点值预算还是没有共识 行政院主计长陈淑姿今天下午就特别备会民众党团 说明政院方案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中常会上公开动员 要号召包括原民 医护 农民等近2000位支持者 明天到立院外籍节 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声援国民党立委 民进党团则是再向蓝绿立委喊话 应该尽速审查总预算 而不是操作政治对立